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据民众披露 湖南和贵州 广西安徽等多地 由于中共持续泄洪 导致洪水泛滥 加剧灾情 当局救援不力 隐瞒真相 特别是湖南里县连降暴雨 泥水冲进村庄 顺路而下 村庄瞬间被淹没 截至目前 中共官方通报称 洪灾已造成60多人死亡 但由于中共向来谎报数据 真实情况有待调查 我们先来看看湖南灾情 湖南长德里县 近日山洪爆发 洪水冲进村镇 据曝光的视频显示 山洪顺着一条街道冲入村镇 路边一名餐饮店女老板 目睹山洪爆发 对着村民们高喊 我的天哪 快点走啊 快点走啊 快走快走 当时街道上几位村民听到女老板的呼喊 又看到山洪迅猛的冲下来 赶紧跑向安全地带 有视频显示 湖南长德市的原江 水位迅速上涨 轮渡已经停运 石门三江口电站也开闸泄洪 水流翻滚而下 看到此泄洪视频 不少网友 不少网友担忧说不科学的排泄 下游的人遭殃了 下游严重了 6月30日 有长德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 早上6点多钟 原江水位已经达到38.78米 四格城门都关了 水已经涨到长德 石墙公园的边上了 7月1日 湖南岳阳市平江县 也遇特大洪水 县城遭烟 许多人失联 但中共没有伤亡报告 有民众爆料称 许多人死亡 质疑中共瞒报 民众说官方泄洪 接到通知 已来不及了 平江县多个乡镇 受烟比较严重 多地出现山体滑坡 道路中断 房屋垮塌 洪水漫溢等灾情 平江县一家医院的工作人员 7月2日上午 对大纪元记者说 我们整个周围的路被淹了 有的已经淹到三四楼了 高速路 有的地方也塌方了 道路通行不了 我们好多同事来上班 昨天上午来上班 然后下午都回不去了 人员有没有伤亡 还不知道 这名工作人员还说 现在没有下雨 但是那个水退的有点慢 天气预报说还会下雨 因为已经连下了一周了 就引起了内涝 然后上游那边 有的水库开闸了 就泄洪嘛 接到通知已经来不及了 好多地方已经那个被淹了 另一位当地网友对大纪元记者说 他知道有一个独居老人住在一楼 被洪水冲走了 还有一名平江居民透露自己的同学 被水冲走而丧生 他还说小区也有人被水冲走 但他不敢披露详情 要求记者不要再问了 由于平江很多地方断网断电 网友求助生此起彼伏 7月1日 网上流传紧急求助图片显示 平江县城关镇 东街民建路 黄沙滩项汉昌幼儿园对面 几十人受困 没有物资 没有食物 水还在涨 二楼已经快淹完了 一共三楼 一些手机都没有喜好 当地网友说 水位已经是1954年以来的最高水位了 平江是个多山多水的地方 县城已经完全被淹到断水断电 还有房屋被冲塌了的 更不敢想象 底下的乡镇山区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公路塌方 山体滑坡也不少 各个平台搜索了一下 看到有人求助说 有的地方通讯都已经断掉了 洪风尚未过境 雨也一直没停 还有很多被困人员得不到救援 有网友在网上紧急求救 救命啊 城关镇东街回行巷来管管吧 老人小孩困在别人家里 总共就三层楼来 还是自建老房子 街坊邻居八九个都困里边不得出去了 没水没食物没电 小孩才两岁多 在市区只能为家里人干着急 另一网友也发出求救 地址 平江西街区168二手商行旁边 崇祯冠向12号 被困信息2 共5人 两老人家3小孩 受困地情况 共5层 水到了第三层 禁不起晚上整夜泡 搜救电话打不进 被困人员电话打不通 这个呢 就是中共国常态 所有的热线 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形同虚设 其实呢 只要与救援有关 那个号码基本就是假的 还有的说呢 老家在三市镇大洞口村 我们家一楼也被淹得差不多了 前面是河 后面是山 真的很担心家人 到现在已经失联十几个小时了 而且我们村上面还有个水库 要是没扛住泄洪了 那我们那几个村 真的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情况 打救援电话打不进去 希望博主帮忙扩散一下救援信息 另有网友透露 目前情况是蓝天救援队 被困县城出不去 武警部队联系不上 整个镇失联 老家在平江县五口镇 全镇都是严密罗江建 下午四点前一烟完一楼 一直在下雨 水势一直在涨 整个镇目前是失联中 四面被洪水围困 居民自建房都沿江建 基本上都只有两层 人都没法出来 下午四点前联系上了 当时已烟完一楼 求扩散救援信息 7月1日 湖南壁石镇 玉池村还出现山体滑坡 导致房屋垮塌 中共称 有两人失联 真实数据不明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贵州镇远古城的灾情 由于无预警泄洪 镇远 岑拱等多个县城灾情惨重 波涛汹涌的洪水奔腾而过 冲垮了道路 淹没了古色古香的房屋与街道 沿街大量汽车 商铺民宅泡水 民众只能透过橡皮艇逃生 镇远县临近村民万女士说 武阳河发大水很大 是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一次 镇远县县城 岑拱啊 淹到一层楼 有的地方两层 门面几乎全部是被淹掉了 灾后严重 路面都是塌方 下了几天雨 断断续续的下了很多 突然涨水 它这里面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水库泄洪的 有视频显示 6月29日 贵州玉平洞足自治县一楼商铺被淹 居民房屋被洪水冲走 同仁南站旁一座铁桥也被水冲塌 城区停水停电 当地居民表示 在玉平生活了25年 第一次见长这么大的洪水 有网友说 太吓人了 贵州镇远暴雨 古镇景区便汪洋 游客一夜醒来以为在长江 水漫三楼 商家损失惨重 龙舟连同大桥一并被冲走 红绿灯都不见了 我劝网友们别动不动就暴雨暴雨的了 暴雨背不起着杀人的黑锅 哪个国家下暴雨 也不能年年吓死这么多人 吓他这么多房 吓毁了这么多土地良田 只有在中共国这个炼狱之国 才会出现这种惨烈的现象 但这种现象不叫做暴雨 叫做中共政府主导的无预警泄洪 有预谋大屠杀 中共政府今天煽动说 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同胞 明天说俄罗斯人如何残害中国人 但这世界上杀害中国人 最多的就是中共伪政权 这个政权 如果中国人还不把它送上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这个犯有种族灭绝罪的杀人政权 就会继续屠杀中国人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其中 包括那些达管显贵 有人你一跟他讲真相 让他三退 他就说呀 自己就是共产党 刘少奇是不是共产党 林彪是不是共产党 薄熙来周永康是不是共产党 最后怎么了 这就是信共产党的结果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面对中共泄洪 有的网友尽管无奈 但他明白了 他说我们经常发大水 现在老百姓日子过得非常的憋屈 这个体制有权有势的领导干部 他欺负底下层 不能多说话 曾经有伊朗人跟我说 中国真是太安静了 你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会弄出点动静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报道 7月1日凌晨 河北宝定市清院区突然遭到冰雹袭击 电闪雷鸣 冰雹如鸡蛋般大小 当地有电力铁塔倾倒 大面积农作物和停在户外的车辆被砸坏 现场一片狼藉 目击者周先生对新京报表示 恶劣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地区停电 大面积玉米苗受损 好多玉米绝收了 砸坏了 冰雹的大小 大的跟鸡蛋似的 自己的车在外面也被砸 也不敢出去 怕把人砸坏了 然后眼睁睁的看着砸了 还有不少网友留言说 清院燃装 四点多狂风暴雨 电闪雷鸣 大包子 我们的车都来不及开走 鹅蛋大的冰雹 都砸坏了 我们村好多车都被砸了 天窗 前后挡风玻璃 都烂掉了 车上还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还有人被砸破头 缝了好几针 也不是保定所有地方 只有清院区下的包子大 而且清院区的西瓜 都在这个时候熟了 就开始下包子 去年也是一样 瓜熟了 也下包子了 完了完了 瓜农又要难过很久了 农田受灾严重 电力设施毁坏严重 这也太难了 其实呢 中共百年 就是一部与天地人斗的历史 这样一路斗下来 最终的结果就是 汗的汗死 烙的烙死 义的义死 越来越多的民众清醒的认识到 这个草菅人命的邪恶 共党不灭 全国各地的天灾人祸 就不会终止 目前已有四亿三千多万的民众 做出明智的选择 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选择远离邪恶 与神同行 希望更多的人 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吧 最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聊一下巴西灵媒 朱瑟里诺的最新预测 朱瑟里诺预测到了中共国六月的洪灾 他说六月的中国将因暴雨造成洪灾 但是呢 他并没能预测到这场洪灾 主要是由于中共泄洪所造成的 朱瑟里诺在最新预测中 他说中国七月将被高温热浪 大风暴新病毒和洪水袭击 而且洪水将蔓延全中国 也就是说 中国在七月将有四灾爆发 我们还是把这些交给时间来验证吧 另外呢 朱瑟里诺也预测了台湾七月将有四灾爆发 第一灾是地震 其实呢 台湾一直都有地震 但都是没什么大碍的小镇 但朱瑟里诺呢 并未预测阵级 朱瑟里诺又预测台湾的第二灾是洪灾 第三灾是高温热浪 第四灾是大风暴 也就是说呢 在朱瑟里诺的预测中 中国和台湾在七月都将有四灾 不过呢 一方面台湾有神护佑 另一方面呢 台湾政府对防震很重视 而且即使有暴雨也不会无预警泄洪 所以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最要担心的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朋友 毕竟霸占大陆的是一个草菅人命 撒谎成性暴虐成性的邪教政权 所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找到 并明白真相 珍爱生命远离中共 三退保平安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